我们知道佛菩萨没有名号 利一切虚妄拿来的名号 佛菩萨的名号是表发的 是教学的 一切菩萨到我们地球上来 来成佛 那应该用什么名号呢 就要用释迦牟尼 为什么 用这个名号才能治地球上众生的病 它是对治的 释迦牟尼佛到极乐世界成佛 一定要成阿弥陀佛 用这个释迦牟尼到极乐世界没用 为什么呢 他们没有这个病 所以这个名号到了你不起作用 你看那个地方的人 人人都慈悲 人人都清净寂寞 他都做到了 于是我们就想到佛的名号 比较信的 菩萨的名号比较修的 信的是苦 修的是印 修印正苦 那社加的意思 是仁慈 摩尼是寂寞 佛就用这个仁慈寂寞来教化地球上这些众生 为什么呢 他们没有仁慈 自私自理 必须用仁慈 这就是教化地球上众生的总纲林 总的原则 对人要仁慈 对自己要寂寞 即是清净 寂寞或者是寂静 金是三位 清净三位 也就是我们经题上所说的 清净平等教 就是摩尼的意思 对自己一定是要用这个心 对别人要慈悲 大慈大悲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我们看到 佛菩萨的名号 也就知道 他教化众生 那些众生人是什么样的更新 大致上都能够了解